传说一万年前,这座城市有着百万人口,却在史前大洪水中沉入海底。 它的名字叫做亚特兰蒂斯。 亚特兰蒂斯最早是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录里。 柏拉图是公元前427年到公元前347年间的人,差不多是中国的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比孔子老子略晚一些。 它在《垂木之年》所著的克里·特拉斯和提迈奥斯两本书中提到了亚特兰蒂斯在苏伦9000年前左右。 赫拉·克里斯之著的对面有一个很大的岛,而那些岛屿的对面就是被海洋包围的一整块陆地。 这就是亚特兰蒂斯王国。 根据柏拉图的描述,亚特兰蒂斯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创建者是海洋之神波塞东,也就是古希腊神话中。 大海与湖泊的掌管者波塞东的妻子为他生了五对双胞胎,都是男孩。 于是波塞东将整座岛划分成了十个区,分别让十个儿子来统治,并以长子为最高统治者。 而因为这个长子叫做亚特拉斯,所以他的国家被称为亚特兰蒂斯王国。 王国的大陆上出产无数的黄金与白银宫殿也金碧辉煌。 在那里,文明的发展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除此之外,还拥有庞大的军队,能够驾驭一万辆战车和一千两百艘战船。 久而久之,人们退去了最初的勤劳与智慧,沉浸在奢靡与腐败之中。 最后惹怒的天神得到了毁灭性的惩罚。 众神之王宙斯把地震与洪水降临在了亚特兰蒂斯,也终结了这里的一切。 亚特兰蒂斯的沉默只用了一天一夜。 虽然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有关亚特兰蒂斯的记载只有十八页, 但这个故事却引起了之后的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探险家、科学家等等等等几十个世纪的争论不休。 直到1965年,美国执行了一个名为双子星计划的载人太空探索任务。 当两位宇航员在距离地球几十万米的太空中,按照美国航天局的要求被地球拍照时, 他们突然感到好像有谁正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 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清晰可见的大眼睛,而这个大眼睛的位置正是撒哈拉沙漠。 它和人眼非常相似,最中心的圆圈看上去就好像是瞳孔一样, 于是它就被称为撒哈拉之眼。 撒哈拉之眼是一个相当奇特的地质景象, 它的占地面积非常大,只有在高空中才能看清它的全貌。 那么这个撒哈拉之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地质学家们赶紧前去考察研究。 一开始,科学家们怀疑这是一个陨石坑, 但是后来观察发现, 撒哈拉之眼的中心地势非常平坦, 并没有发现曾经有高温撞击过的地质证据。 而且与陨石撞击地面凹陷相反, 巴哈拉之眼的中心地带甚至还有突出的地面结构。 最后又有人提出这会不会是年代久远的火山。 但是研究发现, 它的中央并没有滚烫的岩浆存在, 而且当地也没有发现火成岩堆积的岩底, 也就是由岩浆喷出地表冷却凝固形成的岩石。 经过数十年的假设推理研究之后, 科学界普遍认为撒哈拉之眼理查德特结构, 也就是地形抬升与侵蚀作用同时进行的结果。 不过,近些年来, 却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一个相当惊人的说法。 撒哈拉之眼很可能是一世的大陆亚特兰蒂斯王国一举, 可是,亚特兰蒂斯不是沉入大海了吗? 怎么会出现在非洲大陆呢? 这一说法瞬间轰动了整个历史, 考古和科学界。 因为后世一直对这块曾经高度文明的大陆充满了向往, 都希望能够找到这块失落的大陆。 在几十个世纪的争论中, 逐渐出现了三种观点。 有的是认为亚特兰蒂斯沉入了深海之中, 也有的认为亚特兰蒂斯经过地壳运动之后才生成了陆蒂。 还有的人认为亚特兰蒂斯就在南极。 而撒哈拉之眼就是陆蒂派提出的一种猜想。 他们参照柏拉图的描述, 找到了撒哈拉之眼与亚特兰蒂斯的诸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城市形貌。 根据柏拉图的描述, 亚特兰蒂斯是环形结构, 而最中心的部位就是亚特兰蒂斯的正直。 经济、文化中心, 外面还有一圈附近的沙地。 居然呈现出了曾经被水侵蚀过的地貌, 随之而来。 来的是更深入的调查。 研究人员在撒哈拉之眼的周围发现了不少的海洋生物化石, 甚至就连撒哈拉沙漠最东边建造的金字塔所用的石头中 也发现了海洋生物的化石。 来自比利时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罗马的考古学家 在北菲利比亚西部的一个岩石岩体中 发现了近18000块的动物头骨。 这些头骨中有80%是鱼类, 另外的19%属于哺乳动物。 或许撒哈拉之眼的附近真的曾经被海洋淹没。 后来海水褪去, 形成了这种被水冲刷过的样子。 也有研究者通过雷达成像技术发现这个撒哈拉之眼所在的国家 毛里塔尼亚。 在它的沙漠之下有一个巨大的河网。 这条河沿绵了500多公里, 将水输送到西部撒哈拉数百英里。 所有的证据都在指向这片土地曾经是绿洲。 只是突然的气候变化使得这里从本来有河马和长颈鹿的湖泊和草原 变成了惊天广阔的沙漠。 柏拉图还提到, 亚特兰蒂斯是一个盛产金银和山铜的国家, 并制造了大量的武器。 金银大家都不陌生, 只是这个山铜却很少听说。 因为山铜是可以用来制造武器的。 而巧的是, 毛利塔尼亚就是非洲的矿产大国。 主要生产的正是金、银、铁、 同四大矿石。 之前我们提到的海神波赛宗的长子叫做亚特拉斯, 也就是亚特兰蒂斯的国王。 而在毛利塔尼亚的传说中, 他们第一位国王的名字就叫做阿特拉斯, 能够吻合的细节越来越多。 很多亚特兰蒂斯陆地派相信, 撒哈拉之眼就是亚特兰蒂斯遗址, 可是有一点还是令人费解。 按照记载, 亚特兰蒂斯是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屿。 现在怎么成了非洲大陆的一部分呢? 大约在一万三千年前, 地球正处于历史上著名的新鲜女牧时期, 世界也进入了大冰期。 而毁灭世界的大洪水就是这段时间出现的。 大水淹到了尸身的面向的脖子处, 这也给尸身的面向的身体留下了被水侵蚀的纹路。 同时也在海拔一千五百米的哥伦比亚高原留下了神秘的波纹地貌。 而亚特兰蒂斯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水淹没的。 亚特兰蒂斯被毁灭已经一万多年, 然而人们对他的兴趣却是有增无减。 一个远超现今的璀璨文明, 拥有高度发达的科技, 却为何没有逃脱毁灭的命运呢? 人们寻找亚特兰蒂斯, 有的是为了获得人类未知的高科技, 有的是为了了解那段历史, 以史为鉴。 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点点赞, 点点关注,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